布瑞克曼真的是非常地 纏連助攻王的角色 這個賽季布瑞克曼場均有9次的助攻 還是非常多 曾文鼎給到裡面 上籃得分 對 值得觀察 余漢亞給到了曾文鼎 這一刻很快 快攻上籃得分還有M1 獲得國籍的樣子 是 剛才是呂維廷犯規 那現在曾文鼎給到阿巴西 阿巴西 拋射有了 在進區內的對抗雷根空撒 就是可以差地了 是 兩個人的身高也有差了 大概5、6公分 對 哇 克里斯 左手的勾射得分 外線跳投出手 攻擊 菲克 在中路 地板球找到克里斯 輕鬆的2分要到 漂亮的配合 外線的出手 沒有投進 海森至今除了林任宏之外 其他中... 全家海森的球員 好像投籃手軟還沒有找到 反過來 特攻這邊手感就不錯 阿巴西3分球 這麼嚴重 不過這個球員 目前才3場的樣本 看看時間拉長之後 會不會有所回溫 阿巴西 發球線附近的拋頭 今天他的手感不錯 海森追上來 目前6分差的比賽 下圈找人 傳出來給到 魏家豪外線的出手 進 拆彈成功 但是他最近這兩季 真的有把人氣轉換成他的實力 結果唐偉傑這球運掉了 轉換過來 菲克 現在回到場上 給到隊友 輕鬆的上籃得分是黃鴻翰 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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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過來 再給夏萱 外圍 有了 特攻的攻勢兇猛喔 阿巴西找到自己的隊友夏萱 成功的三分球投進 夏萱兩個三分了 傳球白線想得太理所當然 不然身邊還有協防者在 傳球能力實在太高了 夏萱外線又有空檔 他投進了 第三顆 三分球 我想這個防守絕對是有問題 阿巴西給到菲克 內線很擠喔 曾文鼎再來 這一次有了 經過兩次的miss之後 這一次他投進了三分球 牽制力都蠻好的 菲克轉移給阿巴西外線的空檔 他把握住了 而且李文廷他個人三半 阿巴西給到曾文鼎 繞過去 反手上籃得分 李文廷今天首度得分 第一個Fill Goal 是個三分球 阿巴西 繞過去 上籃有 動作非常快 並沒有辦法讓我們看有數連續 像剛剛說的一波6比0 已經只要你在海城連續得分 最多的一段時間 所以都是熱靈性的貢獻 克力茲 這球打得進去 中的比賽時間 王王翰傳出來 阿巴西 走到遊戲區 拋射打扮得分 16分阿巴西 忍頭近切 克力茲剛才倒地 我想最近幾年很多台灣籃球圈喜歡用一些回鍋的洋將啦 熟面孔的洋將 就是因為他們不太需要再更多時間跟你做磨合 克力茲 他非常拿手的小勾射得分 所以讓中心特攻在上半場比賽結束前 是取得了23分的領先 是 他大高中的時候 甚至大學剛開始的時候 都還只是一個定點射手而已 飛克再傳出來 曾文鼎 掉到籃下 這個團隊組織配合非常精彩 對 曾文鼎的拿手好戲哦 到這一季 每一次助攻好像都是 欠欣望武才能得到的數據一樣 有掉到前面 哇 謝亞軒給到後面的飛克 對 中間絕對不會缺少三分球 但是今天海城的外申命中率 這一波攻是一直沒有點起來 可能就是因為外申命中率實在太差的關係 吳小景的外申沒有 強勢進攻籃板嗎 沒有 特攻還是攔截下來 哇 又是個快攻的機會 黃鴻翰 跑快攻沒有問題 好 到目前為止雖然傳出了七次助攻 但是只有四分的進場 對 阿巴西 中路 斜進去 黑暴不是叫假的 是特攻球權 柔子軒殺進去 哇 迪克希 阿巴西快速的轉移 真的非常快 Cost to Coast 而且又是一個N1哦 好到哦 對 所以憑良心說 在那個時代 我們一次能擁有曾文鼎 有五代還有甜蕾這三個場的 真的是台灣籃球史上很幸福的一段日子 飛克 殺進去自己的籃板自己搶啊 然後再攻下分數 彈威傑是超過190公分的後衛 192公分的身高 是你24歲 當然他的速度是可能升不上 哇 哇 謝亞萱 第三節有點近翹翹 第四節投進了三分球 往內線的Leap Pass 都被海神戰前防守斷掉 這門頂給他左邊的阿巴西 四屬肚角的外線 進 來到他本季單場平均的24分 對 這個三分球非常重要 因為球如果最後是有進 那其實就沒有妨礙中籃 對 克里斯拋頭得分 這還是他的拿手得分手段 對 克里斯好像也成績了好一段時間了 轉換給傑卡外線拔起來出手 沒有 菲克進入籃板 重大的兩分